而113年度花莲市语文竞赛成绩出炉 共有80位的学生获奖 那么其中有54位的学生将代表花莲市参加全线语文竞赛 今天在筑强国小活动中心举办了颁奖典礼 市长为家宴市颁发奖状给获奖的同学 肯定他们的优异表现 并且也预祝代表参赛的学生都能拿出最后的表现 为自己以及学校争取荣耀 113年度花莲市语文竞赛成绩出炉 有80位学生获奖 其中54位同学要代表花莲市参加全线的比赛 花莲市公所特别举行颁奖典礼 并且由评审委员针对国语、闽南语、客语、朗读来进行奖评 也提供学生们在比赛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项和技巧 市长为家宴亲自颁发奖状 肯定同学们的解除秒线 有总共50多位代表花莲市去参加线赛 其实我们也知道语言是我们沟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 未来我们会持续办理这样的活动 在这边也要特别谢谢我们市民代表会 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持 还有学校 还有我们所有的评审老师 再次的感谢 也谢谢我们老师对于学生 训练学生 包括我们很多的技巧都指点我们学生 让他们参加这项比赛更有信心 也要特别谢谢家长 家长我们都可以知道 在准备上场比赛的时候都在楼下陪着孩子们 然后细心的告诉他们一些技巧 再次的谢谢我们今天所有的家长 那颁奖之后我们希望未来在学校方 如果有提出什么样的一些 可以包括我们在这项活动后 有一些可以让孩子们 更能够学习更多的一些语言的一些技巧后 我们都会全力的来为孩子们来努力 花莲县全县的国语文竞赛 9月7号要在中华国小举行 花莲市的代表队有54人 市长为家宴预祝代表参赛的同学 可以有最好的表现为自己为学校 也为花莲市争取荣耀 借理会幻市报导